民进党台东立委初选电话民调结果出炉了 前立委赖昆纯斩断三连霸立委刘兆豪的连任之路 赖昆纯表示说已经14年没有听过自己胜选的鞭炮声了 感谢台东乡亲支持者 另外也建议党中央把刘兆豪列为不分区 或者是专心的为赖清德来补选 赖昆纯服务处的人员点燃庆祝了鞭炮 庆祝这次民进党台东县立委的民调初选由赖昆成拿下 为了争取党内的提名 前立委赖昆成挑战现任立委刘兆豪 21日进行电话民调 近日中午由党中央公布民调结果 赖昆成赢45%的票数赢过刘兆豪的37% 将代表民进党出战台东选区的立委 赖昆成表示感谢这段时间内大家的协助 而从现在开始将成立服务团队为乡亲们服务 这个已经14年没有听到鞭炮声 自己的鞭炮声了 真的是喜极而弃 那也在台东脱离震撼12年了 终于让我们有机会 不是现在还要再一关再拼 有机会拿到这个盟票 一个比赛前来参加2020的立委的大选 从今天开始我们即刻会组成一个最坚强的团队 来为台东乡亲来服务 也会积极的现在就是扮演着一个沟通协调角色 跟各单位各机关尽快地把这些问题可以早日落实实现 赖昆成也表示 党中央可以考虑将刘兆豪纳入不分区 这样台东将有可能会有两名立委的出现 立委他本身的学金律的条件也相当不错 根据民进党党中央的民调显示 赖昆成以45.64%胜过刘兆豪的37.23% 另外无明确人选的则有17.13% 未来各选区的提名名单 能将以民进党中职会正式通过公告为准 而对于这样的结果刘兆豪则回应 虽然结果不如预期 但能会尊重初选的结果 记得陈吉林台东市报导